下面我们来讲一粒子不可业图 一粒子不可业图的意思就是 你没法将这个图的某一根线剪断 然后使得这个图分割开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固有的结构 它的一粒子不可业的两点函数 其实就是智能 对于φι斯理论它的智能 就是一个类似于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的图形 然后再加上底下像 那一粒子不可业的四点函数 四点函数就是STU这三个通道 然后再加上底下像 我们先来看这个两点函数 先来看这个智能图 这个智能图它的这个前动量 它是不依赖这个外动量 它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属密 这个分子上是k的四次方 分母上是k的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S发散 然后在维路正规化的话 它当然也是一个发散量 就是一个1分之1的这样发散量 然后在最小减除方案 这个前面的这个底下像 就是这个1分之1的底下像 正好跟这个极点正好跟底下像相消 因为波函数重整化常数的底下像呢 它是跟P平方 它是P平方的系数 你这个在这个Fi4里里呢 它的这个智能 它不跟动量 不依赖于动量 所以波函数重整化常数 底下像为0 所以它也波函数重整化常数 就为1 然后这个图的贡献 完全是贡献到 那个质量重整化常数的底下像 然后我们可以求得这个质量重整化常数来 下面我们来讲一粒子不可也图 一粒子不可也图的意思就是 你没法将这个图的某一根线剪断 然后使得这个图分割开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固有的结构 它的一粒子不可也的两点函数呢 其实就是个智能 这个对于Fi4里里 它的智能呢 就是一个 类似于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的这个图形 然后再加上底下像 那一粒子不可也的四点函数呢 四点函数就是STU这三个通道 然后再加上底下像 我们先来看这个两点函数 先来看这个智能图 这个智能图它的这个前动量呢 它是不依赖于这个外动量的 它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属密 这个分子上是K的四次方 分母上是K的平方 所以这是一个S发散 S发散 然后在维住正规化的话 它当然也是一个发散量 就是一个1%的发散量 然后在最小减除方案 前面的这个底下像就是这个1%的底下像 正好跟这个极点正好跟底下像相消 因为波函数重正规化 常数的底下像呢 它是跟P平方 它是P平方的系数 你这个 在这个 Five 4 里面呢 它的这个智能 它不跟动量 不依赖于动量 所以 不含出重正规化常数 底下像为0 所以它也不含出 常正规化常数 也为1 然后 这个图的 贡献 完全是贡献到 那个质量重正规化常数的底下像 然后我们可以求得 这个质量重正规化常数来 可不可以 1 2 3 3 3 2 3 5 1 4